不管是肥瘦三七比例的红烧狮子头 还是汤龙廖峰的佛跳墙 这都是只有在过年才买得到的孙妈妈家传手艺 尤其是用花枝浆卷乌鱼籽的这道功夫菜更是一绝 这个是一个乌鱼籽用海苔卷包好 然后外面裹的那个花枝浆 裹好了以后我们又去蒸 蒸完了以后然后再起来煎 但效果比你单独吃乌鱼籽好吃多了 海鲜也是年菜必备的食材之一 除了白苍等应景美食外 琳琅满目的海鲜及时包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 当作年菜冷盘或是下酒菜都很方便 像乌鱼籽打开就可以及时 它已经烘烤过 然后用比较好的原料去制成 那打开就可以吃了 礼盒部分装满糖果饼干的福袋也很讨喜 这家既用知名麻花专卖店业者跟推出连结限定版的雪Q饼礼盒 就是我们过年现在最热销的雪Q饼 那其实我们像去家人朋友家的时候会带一些伴手礼 然后我们现在主推就是像这种的雪Q饼 它是用棉花糖跟祈福饼干 然后加蔓越美下去制作的 对啊香Q又好吃 过年送礼也可以很有创意 即将进驻和平岛公园的这间首创工坊就推出了有漂流木灯 与植物结合的景观灯饰 不仅让家里添点绿意和喜气 摆对位置还能带来好运 这里是基隆委托行街区 特别选在过年前夕的假日级年节期间举办新年市集 让想要采买联货的民众可以一站构筑 也协助基隆优质农予产业者开发更多商机 加上开放式的空间更符合防疫的要求 过年又要到了 然后现在是防疫期间 因为我们委托行有一个特色就是不会下雨 不会淋到雨 然后又是半户外的空间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只要戴着口罩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 就可以来我们年货大街来采购 现场还设有化作DIY 家长可以将小朋友留下来体验 放心采买年货 消费满额还赠送等同现金的优惠底用券 让你买到赚到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